七年前 特朗普气势生生的对中国进行了 包括贸易战 科技战在内的各种打压 当时引起了不少人的担忧 我多次解说过 川普必定失败 后来确实如此 如今拜登团队上台后 事情也开始多了起来 就意识形态 人权向中国找场 就缅甸抹黑中国 挑拨中台关系 叫嚣抵制东澳 钓鱼岛局势有升温的迹象 日本欲组建无中国供应链 日澳相互的确认 紧密团结对抗中国 英国不时的就香港问题挑逝 一时间 美国 英国 加拿大 日本 澳大利亚等国 都在蠢蠢欲动 局势好像有点复杂 如何看待这种局势 本文有如下四部分 一 美国到底在干什么 二 西方到底在担忧什么 三 美国遏制中国 必然失败的原因是什么 四 未来如何走向 中美较量的终极结局是怎样的 中国应该注意什么 先来说第一点 美国到底在干什么 谁都知道 这是美国为遏制中国的一些动作 这是美国对中国实施的 可以称作灌木灵火的 跳跃式烧劳方式 就好比一大片的灌木灵里 一个人到处点火 应到后面能不断地灭火 你灭掉这里 他又点燃了那里 川普时期的美国 是美国一家不断地在各个方向上找事 经济上 贸易战 科技上 科技战 后期还在台海 南海等方向制造麻烦 当下拜登好像换了一种方式 是挑动盟友此起彼伏 而西方到底在害怕什么 旧美国来说 肯定是害怕别人超过自己 当习惯了老大 谁也不想当老二 但就整个西方来讲 他们其实害怕的是另一种模式的成功 会导致西方所主导的世界秩序分盘 这是他们对全球吸血的根本依赖式作赛 少年西方从全球掠夺的资源多 在借助工业革命实现了百年繁荣与富强 迎来了全世界的探讨与分析 然而 很多人并不知道 他们成功的关键所在 加上 西方都在宣扬他们如何如何好 营造了一种资本主义 是人类制度终点的终极神话 于是 西式制度就像宗教一样催眠着了门 引得无数人临领膜拜并争先的效法 带来的自然是西方主导的世界秩序 并因此获得了天亮的利益 包括西方推行的全球化 从某种角度来说 其实是一种新殖民主义 从全球榨取利益 比如美国的美国们 就是靠全球几十亿人的打工 西方的成功 这种模式是不可复制的 这便是当下世界 有那么多国家搞资本主义 但真正成功的基本就是西方那般国家 或者受他们大力扶持的极少数国家 但如果有另一种成功模式 不靠忽悠世界 只靠自身的勤劳努力 只靠自己的艰苦奋斗 只靠自身在正确的道路上 就能够取得成功 这将给太多人带来新希望 也会让西方营造的神话走向破灭 最终有可能带来世界秩序的改变 这是西方国家非常不乐意的 当下一些西方国家正在干的事情 除了不想让中国崛起 还有很多事为了对冲 中国正面影响力 于是他们污蔑抹黑造谣 三 遏制中国 为何美国必然失败 关于这一点 你可以列出很多原因 比如中国有五千年的璀璨文明与智慧 中国有十四年勤劳的人民 中国有超大体量 就我看来美国遏制中国会失败 有一个根本性民数 那便是时代与历史规律时了 就像当初我预估特朗普发动贸易战 必然以失败告终 一个关键的判断依据 就是在于特朗普是逆时代的规律而动 全球化意味着资源的最优配置 它代表着更先进的生产力 如果特朗普的保守主义能够取得成功 这意味着时代再倒退 这显然是不可能的 同样 当前局势也有着时代的避难性 西方称霸世界始于大航海时期 再到如今 你可以认为是不同时代 也可以认为 他们是同一时代下的不同阶段 第一阶段 大航海加殖民时期 这是列强跑马圈地 初步划分势力范围的时代 第二阶段 一战二战冷战时期 进一步固化世界格局 第三阶段 冷战结束直到如今 开始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新的世界秩序正在逐渐形成 西方依然主导世界 也没有单一的国家能够撼动这种主导 但完成了民族独立与解放的大量国家 迫切的希望能够走上富强的道路 迫切的希望改变过去贫穷落后的命运 于是一大批新兴国家开始集体崛起 西方老牌国家出现相对落后 这便是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内容之一 也就是说 当下新兴国家的集体崛起 是由它的时代背景的 是一种时代趋势 是一种历史规律的体现 美国要想遏制 当从战术角度来说 它要将全体的新兴国家集体压制下去 从大方向上来看 也违背了时代与历史规律 所以说 美国也好 西方也罢 万图与这种时代相看 试图与历史规律作对 这必定是失败的 所以站在更高角度来看 当下美国搞的一些东西 无论是四国同盟也好 还是新北约之类的也罢 看起来气势轰轰的 但都只是一种战术手段 最终难成其后 四 未来结局中美较量的最终结局 现在还很难以想象 我也不想去搞什么 中必赢 美必输这种情绪性的结论 其实我认为 在可以预见的时间内 很可能出现一种结果 那就是两强并纯并长期的竞争 中国不主观地寻求将美国挑落马下 不主动挑战西方主导的世界秩序 同时美国也意识到上述的第三节所述 要通过遏制来击败中国不太可能 最终结束了中国的崛起 并与之展开长期的竞争 另一种可能性的局面是 随着新兴国家的集体崛起 老牌国家相对衰落 世界潮多极化演变 西方主导的世界秩序结束 一战二战前后 英国也是因为其他国家的崛起 而自身实力相对衰落 导致无力继续维持自身的霸权体系 最终不断地走向没落 关于未来有几点需要说说 首成大国与新兴大国的对抗是会存在的 只是以何种方式进行 过去五百年 新旧大国之间 往往以战争方式实行更替 也有少数案例以和平方式进行 就中美未来发生全面武力的可能性不大 一是因为核恐怖平衡的存在 二是生产力依然在进步 全球支援也还相对的充足 国家与国家间不必进行 你死我活的争抢 所以我的判断是 中美有可能会比较激烈的竞争 但发生全面极端的局面的可能不大 理解了中美间有可能的结局走向 于是对于我们中国来说 我认为应该要注意 如下几点 一是利用好时代打局 二是要走在正确的道路上 不能够犯战略性错误 上是误求国家实力挣扎 二是三是正确的 船那连三是三是正确的 一是来自订队的 最后一是两个人移民 百分之飞 三是三是两个人移民 因此给 people 四是第三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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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